香港首富成哥李嘉誠 用畢生的時間成就了長和系的巨大版圖 甚至有人誇張點說 半個香港就是李嘉誠打出來的天下 而我們今天要關注的是 李嘉誠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企業家 這位企業家對公司的發展路向和決策有沒有重大影響 對於公司的股價又有沒有重大影響呢 而我的觀點是 任何一個打造巨型商業藍圖的人必然有過人之處 但每一位企業家的作風 將會直接影響投資時機的好壞 我們應該在企業前期發展 還是讓業務續佔穩定和成熟再下注 我會認為老闆的風格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成敗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談談李嘉誠的營商方針 對比前兩期提供的Elon Musk、許家印 或者可以為大家提供投資上新角度的突破 大家好 歡迎來到iFestment神股背後系列 我們這個新系列會和大家縱觀一系列的知名企業的企業家 一來認識龐大的商業帝國是如何建成的 二來認識企業家有甚麼特質令公司可以走得更遠 又或者有哪些企業家會令公司陷入危機 我們先講講李嘉誠的創業之路 以往的童年我們不說太多了 大概就是至少很努力地做事 生活也比較艱苦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轉捩點 就是50年代 1950年左右 當時得到他的舊母優迫雲的支持 創立了當年的長江塑膠廠 大概八年的時間過去之後 長江塑膠廠的生意越做越大 也改名為現在大家認識的長江實業 當時營業壓達到一千萬港元 創利潤達到一百多萬港元 李嘉誠就這樣賺了第一桶金 他之後用這桶金興建了徐沖的一座商業大廈 逐漸走上地產之路 及後誠哥成立了長江地產 他不斷繼續擴展自己的地產版圖 以及拼購其他公司 由70年代起 香港樓價急速上升 李嘉誠的投資自自然成為了非常好的選擇 身家亦急速膨脹 往後李嘉誠除了在地產業務上繼續擴充之外 長和拼購其他公司的步伐相當迅速 往後亦收購相當多公司 包括美高企業、青州英黎等控制性股權 英資第二大洋行非常出名的和記黃報 往後亦收購香港電燈、加拿大石油公司、Husky 能源石油公司等 其他發展亦包括收購貨幣港口、國外基建、實業 零售、電訊等業務亦是公司做了發展 所以如果你要總結李嘉誠的成功之道 所謂勤奮、好學、有毅力 這些特質是任何一個成功人士的基本 我就不浪費口水總結了 而實質上我們要說成哥的營商方式是穩打穩摘 願意投資並且投資在有價值的東西上 並且可能用他覺得比較便宜的價格去買那些東西 你不難看出來的 李嘉誠所做的大部分投資都是實業形式 尤其以全資控股公司的大型投資 這些趨勢更加明顯 例如地產項目我們看到建築物 為買賣的過程 李嘉誠願意投資的所有公司 近乎都是肉眼可見的業務 而且他的風格是每一步的投資 都不會用過高槓桿的 成功和祥和長期的賺錢 用在收購和投資上 並不是無限借貸、無限擴縮業務的形式 所以其實李嘉誠的投資 不至於直接為世界創造新的價值 更準確的說法是 在原有的價值上的基礎慢慢發大 例如幫助香港做到世界第一貨櫃吞吐量的轉口港地位 地產項目逐漸擴大它的版圖 但這樣就不算是全新的東西 是本身有的東西 因此對於這類型風格的企業家 公司發展最輝煌的時期 就是在發展中段的時候 為甚麼呢? 因為公司正處於擴充的階段 穩打穩擇的方法 容易令公司的增長走上正常軌道 而且相關風險亦因為風格比較穩健而比較低 如果這些公司在發展和擴充的中期 投資資金就可以跟隨公司的步伐 逐漸成長 所以如果要歸納的話 在2000年之前 長和都是屬於這種趨勢 甚至股份會讓公司發展持續一段時間 亦即是說 即使公司逐漸搭載低增長低投資的位置時 股價可能再升多一段才會反映到這個效果 為甚麼我們說長和的轉捩點或趨勢不再持續 是在2000年的時候呢? 討論之前我們去一去一個30秒的廣告 我們iFestment 美股AI繼續保持強勢 由2020年12月開始 我們每星期實時和會員公布AI數據 如果以交易實測計算的話 我們兩個模特兒分別在半年時間獲利28%和41% 跑贏了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詳情的朋友 記得預留時間來我們星期日夜晚9點鐘的會值介紹講座 我們會在YouTube舉行直播 到時見 說回長和的轉捩點在200年的原因 就是長和過往的發展是以收購控制權為主 包括石油公司Husky等等都直接買了控制權 主要原因就是李嘉誠希望親力親為 令公司在自己的管理下達到期望看到的方向 但你數回最近20年 雖然說長和不是沒有投資 仍然有各大項目的投資和新項目 但大家應該沒有發現 特別大型的全資收購新企業 其實是沒有怎樣做的 特別是一些新經濟的行業 長和基本上大多數都是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 進行側面的參與 當然這樣也是非常符合成哥的營商方式 新經濟行業不是成哥擅長的領域 亦沒有一些實質的物品存在 亦有可能是無限輸錢甚至最後虧本 不論在成哥的年紀有機會逐漸增大 或者單單純粹因為他個人的風格 本身未必特別願意大力發展新經濟行業 因此長和長時間跟低波幅、穩陣形容詞掛勾 很大程度上跟李嘉誠的營商方法有絕對關係 相對之下前兩集提到的Elon Musk 他的特質是利用本身在物理學上的知識 為世界解決新的問題 包括太空科技、電動車續航能力、無人駕駛等等 這種企業家有機會造就一舉成名 亦有機會是最後破產的企業 對於這種企業最好的投資時間 反而在企業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猜想 因為當改變世界的猜想一步一步實現時 股份及公司就一定受到追捧 因此投資的最佳時機可能在近前期 舉一些相關的例子 就是對比十多年前的騰訊阿里巴巴 他們這兩隻股份最高的回報點 就是在企業一步一步走成夢幻的模樣 這個時候回報是最高的 而許家印這種高槓桿有感度的創業方式 股價反過來 會大上大落一些 他沒有什麼早期中期的問題 反正這類股份相當合適炒 投資者如果你關注這類股份 你可能是尋找更有效的交易訊號 中短線訊號會更加合適 不知道我們今集有沒有令你對企業家及股份的關係有新啟發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我們 亦歡迎留言 哪位你關注的企業家 你又覺得對企業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今天的內容先到此 我們下一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